流星急于寻找姐姐琉璃的下落 今天她又来到火灶之后 怎么可能 你们是不是听了我娘的指示 所以把她出阁了 流星小姐 你怎么又来了 仙婆上回不是说了吗 真的不知道那是你姐姐琉璃 而且当时情况很乱 所以也没弄清方位 明明有七神光 她还是会回来神族的 这个流星 生气起来真像一头脱缰的野马 抓都抓不住 这是我们不对 流星小姐 你行行好 别告诉神女 你看仙婆都被你吓到不敢出来了 流星 我们回去吧 娘 你该不会是狠头姐姐不听你的命令 所以除了她的神格吧 不 我要去找娘问清楚 流星 唉 她总算走了 她总算是狠头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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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下了命令 出了姐的神格 你 去了转生亭 娘 你告诉我 姐到底在哪里 神女 我没有出她的神格 但神魔相恋天理不容 或许这是她的命吧 况且 并非每一名神族人 都能够再重生 看看天神 与你爹爹 都是一样没再重生的 但是 回去吧 我不想谈这个事 娘没有出姐姐的神格 姐姐的下落 竟然连娘也不知道 我看她也不想知道吧 神华 还好有你 不然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刘欣 别难过了 你还有我 我会好好守护你的 关于琉璃 你也别太自责 她和少将只要在一起 神魔相恋 本就是天理不容 他们死在这场战役 或许琉璃走上这条死路 是她明白 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一切 其实我也不能理解你娘的想法 因为就算再怎么恨少将 琉璃终究是她的女儿 我知道你和少将当年为了我姐 所以不对叛 但听你这样说 好些了 谁知道缘分如此奇妙 我这生 反而就被你给算计了 谁算计你了 怪我一时信了女官的鬼话 明明就是你一开始图抹不轨 好了娘子 是我做 别翻旧账了好吗 我最爱就你而已 我真心太阳可见 好了 放过你了 刘欣便寻不着姐姐琉璃的下落 终日难过 盛华将婚期提前 不久之后 刘欣便嫁入太阳神族 盛华为了让爱热闹新鲜的刘欣开心 操办一场隆重盛大的水上婚礼 与太阳神族的人民共相圣主 不过 姐姐 我好想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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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会准事吗 谢谢 谢谢 我知道将来有一个弱弱 我们能再接你 姐姐 姐姐 我要嫁给圣华了 你还在的话 我会很开心的 我心里不在 不管这一生有多长 我都会一直等着你 姐姐 在火灶之路 化成黑曜石的少将 遂因琉璃使用七神光中 最后的紫神光得到灵魂 在琉璃的血气中 化成人形 但因伤重 虚弱不足 最后 还是被仙佛随从灌灯施法 化成光球的少将 无止尽地一直坠落 直到光球 落在魔族的冷地 直到光球落在魔族的冷地 看过墙大线 伤手里定下 可不及时 也 你对话的也 给我 接受的可不及 只想如果全无处罪 谁有能力把我过来 是我借你出张 你为啥 我借谁 更有的 在инов尽要带 明不复伤 出门